女佣正在帮着吃恩恩噎被子,只听着砰的一声响,卧室的门被撞开了,紧接着一阵风一样的人闯了进来。 男人浑身上下透着很利的气质,当看到大床上烧得满脸通红,昏睡不醒的吃恩恩的时候,那一种要杀人的气场就更强了。 空气好像都要被结冰了似的,吓得女佣身体猛得一抖,结结巴巴地叫她。 绝,绝,绝,绝上? 出去! 丽北爵胸口仿佛夹着一团火,冷酷地开口。 是,绝上! 庸人一秒都不敢耽误,丽北爵握紧拳头站在床边,看着紧闭的双眼,促起眉头的小女人。 那一张脸还是那一张脸。 两个小时前,还有本事把她气得恨不得掏枪崩了她,结果,转眼就这副样子地躺在这里了。 丽北爵不知道为什么,烦躁不堪,心脏就好像是得了绝症一样,快要不能呼吸了。 她站在吃恩恩的床边看了一会儿,突然转身就走向了客厅。 客厅里霍益刚刚送走医生进来,一眼就看见了她暴躁的神色,鸣紧了嘴角,恭敬地走到了她的面前,恭恭敬敬地低下头道。 绝业,怎么回事? 丽北爵的声音暗哑,就跟好久没有睡好了似的,喉咙有着独特的杀力感,仿佛磨砂勾过琴弦,说不出的低唇。 但是,霍益只听到了山羽欲来丰满楼的前奏。 她把私人医生刚才跟她说的话重复了一遍给丽北爵,然后,忧郁地抬起头补充道, 昨天晚上,您离开了医院之后,池小姐就出去找您了。 她坚持地找了您一个晚上,想要找到您,跟您好好地聊一聊。 但是,您没有接池小姐的电话。 池小姐,她只能跟个没头苍蝇的一样,在医院的附近找,一直到天亮,才肯听我的劝回别墅。 试一试。 丽北爵狠狠地一脚踹翻了一旁的垃圾桶,英俊的脸上全都是暴躁。 她不知道,她以为池恩恩昨天晚上一直留在医院和西泽烈在一起, 所以,西泽烈才会大清早地跑来这边给她送东西。 昨天晚上,她的确是没有接电话,但是因为她不知道能和她说什么。 如果和她说起西泽烈,她怕她自己不能控制自己,口不择言地说出伤害她的话。 还有,昨天晚上她闭上眼睛的举动,的确是让她很愤怒,所以她没有接她的电话。 要是早知道她会傻地到处去找她,她肯定会接的。 她怎么知道她会发烧? 还有,既然她的身体不舒服,为什么还要乱跑? 她又不是三岁的孩子,没有找到她,就没有找到她吧,她又不会被拐卖了。 她不知道身体重要吗? 还是以为自己是内裤外穿的女超人? 决议啊,池小姐她…… 霍益还想帮池恩恩说几句话,站在池恩恩的立场上去解释一下今天早上为什么会说出分手的话来。 然而,她还没有说出口,握紧拳头站在原地的男人已经转身,重新回了卧室了。 找一瓶白酒过来,要好一点的酒。 光靠点滴什么时候才能够退下烧去,万一再烧下去,傻了怎么办呢? 池恩恩浑身滚烫,她就像是被煮熟了的虾米。 啊…… 她难受到了极点,她的喉咙忍不住地溢出了猫一样的低营。 好热,好难受,但是眼皮太重了,重得她蒸不开,她只是模糊地感觉到自己被翻来覆去,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 要是她知道丽北爵在用几万块钱的白酒帮她退烧,她估计脸上不知道挂什么样的表情了。 白酒退烧,那是民间的一种偏方。 换作以前,丽北爵肯定是不屑用的,但是现在她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她把白酒倒在猫巾上,一点一点地用白酒擦过床上的小女人的皮肤。 一瓶白酒转眼就擦完了。 大概是太难受了,她又闷哼了一声,挥了一下手。 可能是巧合,她的手就刚才打在了丽北爵的手上。 迟恩恩高烧中什么都不知道,完全没有意识。 她只是觉得自己碰到了一个冰冰凉凉的东西。 全身滚烫的情况之下,她下意识地抓住了自己抓住的东西。 丽北爵的手突然被人牢牢地抓住了,还捏得紧紧的,手掌心传来柔软的触感。 她的喉咙滚动了一下,低下头,看了过去。 小女人白皙的手腕纤细柔弱,但是现在,在那个白皙的纤细手腕上,一圈青紫的痕迹格外地显眼。 丽北爵的毛子缩成了针尖脉盲,放在身侧的另一只手,木然地握紧成了拳头。 那一圈青紫是怎么来的,她比谁都清楚。 就是因为清楚,胸口才会窒息般地难受。 她知道,她那个时候情绪快要失控了。 她一直以为她已经尽量地控制了,控制得很好,至少没有伤害到她。 但是,事实就摆在眼前。 丽北爵突然觉得,自己以为的没有伤害到她,根本就是个笑话。 啊。 痴恩恩在这个时候,又难受地动了一下,松开了她的手。 丽北爵如同石头一般地站在原地,阴谋一瞬不瞬地盯着床上的人。 好伴上,她才沉默地帮她盖好被子。 摸了一下她额头上已经降下去不少的温度,端着盆子和毛巾出去了。 霍义一直等在门外,见她出来,马上问。 绝业,痴小姐怎么样了? 她还是很喜欢,很尊敬痴恩恩的。 痴小姐性格好,人也很好,就算是没有绝业这一层关系,她也会关心痴小姐。 已经退烧了,还在睡。 她这才注意到,男人的眉梢疲惫。 那一种疲惫,她从来都没有在绝业的脸上看到过。 痴小姐已经退烧了,绝业难道不高兴吗? 她心头一动,还没有来得及多想,忽然别墅的电话响了。 我去接电话。 霍义快步走过去,拿起了座机电话,沉稳地开口。 喂? 紧接着,她面色目然一变,表情又惊又喜,刮了电话,马上朝着丽北爵走过去。 毕恭毕敬地站定之后,强压着惊喜说。 爵爷,医院里来电话了,老爵爷醒了。 老爷子醒了,对于历史来说,无疑是一记强心计。 还有,对爵爷来说也是一件喜事。 别人不知道,他最清楚了。 爵爷和老爷子虽然是面上不对付,但是实际上爵爷很尊敬老爷子。 这一次老爷子住院病危,爵爷是最关心的那个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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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